早上八点 今天准备收拾东西出发了 正式魔女了 第一站是去往贵州 然后从贵州去往这个 走云南 那边进西藏 东西已经装好了 东西很多啊 卡式炉罐 爆压锅挡风板 穿的衣服 还有无人机 这次也带上了 无人机充电的话 那必须要带上移动电源才行 然后 还有一些装备是放在那个房车上面 所以还要去房车上面拿 咱们先把这些拿下去吧 东西都装好了 朋友们 我刚刚试齐了一下还行 这个前面 这是一个折叠床 这个里面 炒菜用的锅碗油盐 锅啊 米啊 盆子啊 全部都在这里 这是 这是做饭的区域 这个是一个小睡袋 这是一个大睡袋 这是帐篷 这是我穿的冬天夏天所有的衣服 全在里面 这里面装的一些户外装备 然后这边的话是个啥 也是装了一些生活物用品的卡式炉罐器罐什么的装在这里面 这里面装了一些看我平时要用的这个拍摄工具 无论机啊相机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生活小物件 那还有太阳能板 我感觉这个箱子要不要换个大一点的 这个箱子有点小了 换个大一点的 要不过去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 那没地方放了 这还有一个移动电源 我用的开水壶 这我带的这个茶叶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倒是好挂 直接挂在上面吧 这些东西就差不多是我所有的装备了 还有东西没带呀 朋友们那就是水了 就吃这个做饭的 还有休息住宿的都有了 就是吃饭做饭的还缺 嗯洗菜的水 还有生活用水 最起码还有两个十个剩的 就这这两桶最起码还有两桶吧 没地方放了 放上面吗 放的挂在后面还是挂在这个上面 哈 啊两桶水 还有菜 菜的话不种 菜的话随便找地方挂上就好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全部收拾好了啊朋友们 我再弄一下 再把它全部装上去 装上去咱们就准备出发 我准备完毕啊 嗯我就去那个梯上去试一下车啊 去我们的河堤上面 车子啊 驾完了连我带人呢 估计有三四百斤啊朋友们 很重啊 不知道行不行 嗯我老头他说不建议我搞这个车 他说这个车啊 首先你这个风吹雨打没有保障 然后就是嗯重 我现在也在犹豫之中啊 那我去游流打一圈 今天风有点大 所以不能飞无恩机 镇子剩下 荷花全部开了啊 过两天就有莲子了 刚刚撕了一下这个车啊 感觉还可以啊朋友们 还行 虽然这个东西有点多 那个脚也只能踏在边上 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 我能实验这种生活 完全没什么问题 现在下午两点 我在想今天还出不出发 出发的话咱们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还有东西没带齐 然后这个包要换一个 它这个短了 你看中间的距离短了 所以要在网上买个新包 就发到桂林那边去 还可以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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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辣朋友们 拿了一点东西 把东西打齐了 正式出发了 去往 今天晚上去湖南的李县 前面就是李县的 25米去吃小晚餐 吃完小晚餐 今天开个宾馆洗个澡 注意一下 明天正式出发 走吧 Let's go 这么的东西 这点 下午三点半咱们进入了银线 底线方向 前面就进入了湖南 我感觉他手套还不行 我下车把手套拉一下 手都挣麻了 这边就是湖北 右边是湖南 休息十分钟 活了个乖乖 这太猛了 还好带着头盔 这太猛了 我的个乖乖 这想象一下咱们到了那个新疆戈壁滩 这全部是这个飞沙走石 前面又来了 今天反正咱们不做饭慢慢走啊 只要在五点之前六点赶到这个湖南的里县县城 咱们就可以吃上饭了 有大家喜欢吃的小碗菜 下午四点马上就到达里县的县城了 现在肚子还不是很饿 所以咱们没有必要赶得那么快 一路上最快跑六十码 感觉这个风吹的 感觉这个风吹的这个双腿确实有点 就感觉是很大的一个电风扇 那个电风扇开住了马力在对着自己 迎面吹风 真的我感觉这样吹的话吹久了确实不太行 这感觉是个大电风扇对着自己在猛吹 跑慢一点的话还是没有什么 但是跑到二十码的话不行 我一般就是以四十码到五十码的速度 最快可以跑七十码 那就很快了啊感觉很快 咱们 中场休息20分钟 等到五点之后太阳下山了 咱们直接进城吃小碗菜 这边发现了一条牛仔裤 这不知道是哪个骑行者摁在这里的 裤子还蛮新的 为什么把它摁在这里的 这么新太可惜了 我想也许是这样 也许是哪个骑行者或者是 房车或者是电三轮 他把这个衣服洗了 他晾在那个上面 然后走得太快 这个风把它吹下来 所以就刮在旁边 掉在这里了 是不是这样 我猜测是这样啊 哎呀我这个屁股都坐通了 我跑到这里了 啊 我ên就听说 我在这里了 就帮我把那屁股都变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